10月1号农田水利会改制成为公务机关 花莲农田水利会也正式改名为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 会长的职称也变成了处长 而花莲首位官派花莲管理处的处长张其伟 一早就进入办公处所来办公 张其伟表示改制最主要的是要用提高农民的服务品质 也让既有了灌溉用水能够提高使用的效率 10月1号农田水利会改制成为公务机关 而花莲农田水利会也低调的正式挂牌改名为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 官派花莲管理处长张其伟一早就进入办公处所办公 张其伟表示改制最主要是要提高服务农民的品质 以及提高灌溉用水使用效率 我们农田水利会改制为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 那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强化原来水利会的功能 然后能够扩大为农民服务 那也将我们的国家的水资源做一个整合 那我们改制后水利会的资产当然会变成国家的资产 那由国家的资源政府的预算来投入能够为我们的农民做更好的一个灌溉服务 对于工作权部分 张其伟表示改制后员工的工作权利都会有法源依据会更有保障 那在改制的过程当中 我们相关的农田水利会的人员 他的资格他的福利也都受到法律名文的保障 尤其在农田水利法颁布以后 以及相关的执法 都能够为我们的农民 我们的灌溉事业 以及甚至我们的农田水利的从业人员 以及未来我们的农田水利的基层组织的运作 都有一个法律的名文的保障 甚至赋予我们农田水利署有一个公权利 花林农田水利会改制成公务机关 之后也可以依据农田水利法 可以对在灌溉区内查到污染水源者直接开罚 最高可开罚2000万元 确保灌溉水值 记者刘明胜花林市采访报道